经济安乐潮 一个是体育之潮 还有一个是科技之潮 到了下半段呢 我们就要展现科技之潮 我们用了一些我们的吉祥物 在钢琴上跳 跳到跳 那个钢琴变成了我们的芯片 还有电脑键盘 这个反应呢 就是我们这个杭州这个地方呢 素质科技啊 是走在全国的先例 天堂江潮是我们杭州的一个代表 它不光代表城市精神 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的精神 因为我们永远要勇力朝头 大家知道杭州最有名的就是 钱塘江 钱江潮 它非常吸引人 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潮 它有十字潮 有交叉潮 它有很多潮的这种状态 我们认为跟运动 它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景象 挪到了现场 两个词 一个是逼真 再一个是呢 叫壮阔 冲天潮呢 其实它跟大家最大的特点 让人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 在到达某一个音乐的情绪点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地平的 冲天潮直接上了网幕 到后面的时候 鱼鳞潮 这个时候就需要跟演员的精准的咬合 潮西树跟这个钱塘江潮 就是异曲同工吧 也表达一个生机勃勃 心心向荣的一个感觉吧 因为最后是咱们一个绿色的 枝繁叶帽的大树 感谢观看